泰国空运入口,官方认证钢三高健康白米,一公斤装, 验证接受预订,并于一月底前到火, 每包一公斤装健康白米售价160元, 请到巴达台购物网站 badatoy.com slash shop slash 选购吧。 大肥直播,考虑改名,因为直播难做, 因为今天都是录播,因为就时间, 好像今天澳门有个网友过来探我, 讲一些港珠澳车牌的事,不是广告, 因为都已经下个礼拜都要搞, 搞完都又告一段落,因为答应了人做的事, 我就尽量做, 一会儿我就帮紫园订一些所谓长轻忌生煎包, 希望9号就直接送过去给谭香文, 派给老人家吃,派饭的开始, 一直是这样做,近期有个星级名厨叫做开了一间店叫做主导的, 在美食杂志啊,在那些网上的page都见到富哥的, 我想跟他订饭盒,因为我们之前都跟他谈过的, 想跟他订几百个饭盒的,后来就不了了之, 那他那些东西很好吃,虽然他自热的, 就是你拉开了他,他拉开了饭盒,他自己会热的, 那这几天呢,就是过了明天呢,就得闲点了, 就是公司又好,网台的东西就开始正常了, 就没那么辛苦了,那就节目正常了, 那我们本身呢,就打算1月16号呢, 就放节目上去,上去这个大陆的网上平台的, 那现在呢,可能要想一想先, 因为呢,节目的编排问题, 那就看看下个礼拜解不解决得到, 看看节目能不能够解决得到, 那呢,就刚刚啦,刚刚,因为没有空了, 刚刚就听了姚冠东, 阿东呢,就上先人那个节目, 因为其实是有听的, 那呢,就,阿东做节目很好的, 又,之前那个,那个星期五母女, 那我又听,一路听下来啦, 那自从开了低俗就没有听了, 那收费啦,那, 那,讲话说话流利啦,清晰啦, 那他做节目,有些观点我不同意, 那但是呢,就, 我们是不敢说说听他节目大, 但是呢,真的做得非常好, 就是呢,不是说他来做嘉宾, 我拆他的鞋, 是好就真的好, 因为个人的脑筋啊, 转得很快, 就是有时听《望向编辑部》都好啦, 阿威文汪啊, 就是社长呢,脑筋转得很快, 是看他做社长, 那么多个转得最快, 很多观点我未必赞同, 那么,再加上我不是帮主啦, 是不是,不是东西赛, 那么, 但是呢, 思维真是清晰的, 有时呢, 讲不讲, 2%啊, 要讲就讲啦, 你不是针对那个人, 就是在我心目中, 不是针对那个人, 是针对那件事, 那么有些人说, 我们蓝思友, 黄思友, 是每一个人看的角度不同的,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 我做这些节目, 他未必有听的, 那么, 但是讲就讲啦, 因为我和主持呢, 是没有交流的, 是星期二得道呢, 那么因为要定时做节目, 那么跟Tony Choi, 跟刁拔呢, 跟许柳山呢, 那么有几句说话谈, 整个星期二得道, 或者巴打台都好啦, 我没有干预, 或者我没有企图去想, 那些主持做些什么的, 就是呢, 他们来谈了条件, 合作方式, 那么我就, 他们有他们做, 他们请什么嘉宾, 他们做什么, 我都是不负, 我不理的, 就是不理不是, 你来做, 你只要不要讲, 一些, 蝗虫啊, 骂一些弱势社群啊, 的东西, 那我就OK的了, 一讲这些真的不行,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李嘉诚那儿啦, 教育改变命运啦, 是吧, 没有一个人, 生出, 就要被人骂, 他做的行为, 可能有很多背景的, 我们骂那件事, 就不是骂那个族群, 所以呢, 我在我节目, 我自己节目啦, 我不会讲说, 大陆人嘛, 知难人嘛嘛, 也都对外国的人啦, 譬如好像, 做什么节目都好, 都会讲啦, 那么有很多人呢, 就好像YC先生, 很关心德仔, 那么因为德仔呢, 他虽然有用, 但是那把头发呢, 都没有出得那么快的, 那些叫做呢, 防脱发洗头水, 和一个生发精华素, 但是不是神仙水, 那么他留回长把头发, 就是不像拉债那样一片片呢, 那么他都会, 跟我客串回节目的, 所以呢, 不用那么关心, 那就多谢你先啦, 可能你特别关心, YC先生, 可能你都是有地中海问题, 那么如果地中海问题的, 你上来, 我送一支给你, 因为我很佩服你的, 就是用引经据点, 指桑骂怀, 去讲一些事, 我做不到, 我个人喜欢明刀明枪, 网上游魂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 好像今天那个澳门网友, 出来讲, 讲主要的问题, 那我解释了一次给他听, 那么他本身是澳门人, 他本身有个, 中澳的车牌的, 那么想说做这边, 问我怎么, 那么我说不如你买卖啦, 我介绍你啦, 不要跟我做, 他说你大匪这个招牌, 不争那几十万, 其实我争, 真的争, 那么我说, 如果你跟我做的, 有段时间就牵涉信和不信, 可能呢, 现在做的费用, 跟之前做的费用不一样, 那么再解释给那些人听啦, 第一, 买卖车牌合法的, 信不信我告你呀, 那么有的人在网上讲, 那么我可以回答你很清晰, 是合法的, 我们做什么都是合法的, 我都说我不做犯法的东西, 人家买卖的公司, 连个指标买卖给你, 你没有行贵, 没有仇贵, 你看到那间公司对卖, 价钱对, 就是做生意, 马云走去买间资格市场, 买了回来做生意的, 是正常, 合法正常途径, 你不用想那么多, 在网上讲, 你都知道, 这些东西一定是什么, 那么你都可以正常途径申请, 需不申请到你的事, 不过, 人家买卖是正常合法的, 没有担保你赚钱不赚钱, 我没有说过, 哎呀, 迟些会升两百万, 只不过你觉得, 如果做得成, 可能自己驾, 可能租出去, 好像现在中港车牌那样租出去, 可能有赌厅做, 那么认为有需要, 投资的就想一下, 是不是, 因为实际上你做过这样的牌, 它本身的价值都在那里, 那你们自己想啦, 不一定帮衬我的, 因为呢, 其实我讲一件事你听啦, 也都不用我介绍, 不是帮衬我, 不用我介绍的, 现在在石江呢, 一带的车行, 感田的车行呢, 全部都有买卖中港车, 港珠澳车牌, 可以去那里了解一下, 认为做得到的, 或者另外负担得起的, 有升值潜力, 或者自用都好啦, 那自己去搞啦, 那好像有位陈生, 很支持我的, 那我做这个会展啦, 美食博纜啦, 那他都来, 帮我买了八千多元, 四小宝和敏迪的, 那好像他呢, 自己达到公司, 他问我, 我都叫他, 喂,不如你自己搞啦, 不要让人赚这些钱, 叫他自己搞, 那么他就打电话给我, 喂, 喂,预缴税不行哦, 那我说我问他朋友, 看他帮你, 帮你手, 看他怎样可以, 可以补回那些税, 解决这件事, 跟着拿回港珠澳车牌啦, 那么一末九号呢, 会回大陆, 去解决了, 就是早前答应了, 那几个网友, 他们是想买个车牌, 用来旁身的, 那我都跟他讲, 那这两天, 给了所有的资料, 他们让他们自己搞啦, 那有网友走来问我很多东西, 那可能随着直播啦, 因为直播就想跟网友沟通得多些, 那可能都因为太多东西搞, 那时间很难掌握得到, 每一天呢, 就是不知怎样讲, 六点半起床, 十二点回家, 星期日好像过去那样, 一月一日我生日的, 一月一日我生日, 那么早上就搞点东西, 下午就做, 星期二得道, 夜晚还要过海有点东西搞, 就是我想呢, 有空一点, 所以我就招聘节目主持啦, 近期好像做《大匪汉天娜》都好啦, 是很少讲政治呀, 很少讲新闻的东西, 因为太忙, 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呢, 是需要呢, 不停去看, 所以呢, 阿贝莉妈和林康正讲得对的, 做资料搜查, 你不要理他, 做得很不好先, 但是他们真真正正呢,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看, 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每一日都看三份报纸和上网, 就是那时候看不忙, 看哪三份呢, 看明报东方苹果, 后来就变成了, 只是看苹果, 近期, 连苹果都没看, 直到昨天开始, 又拿回东方, 拿回苹果看, 那其实我每一个月呢, 我都买很多杂志, 但是那些杂志呢, 在我公司堆积如山, 那我觉得这样下去呢, 对那些节目呢, 就是我自己的节目啦, 还有对那些听众啊, 网友不是那么公平, 因为较适合, 就是自己做到很较适合, 那不是那么公平, 那我看一下啦, 好像一个过去中港车, 司机的独白, 我自己真的, 有时力不从心, 那就想办法, 会做回好一点啦, 因为一个月呢, 一个礼拜做四日节目, 讲不同的东西, 是有压力的, 是有压力的, 难免重复, 难免有压力, 反应又慢, 同以前呢, 我拍星期二得道呢, 我拍Tony做的时候, 刚刚开始的时候, 反应快过现在很多, 不好意思啊, 有杯咖啡, 那看一下, 年底了, 做完这些小时间啦, 有些听众呢, 都容忍我的, 怎样容忍我呢, 就是譬如我胃不舒服, 一做节目, 就是始终有一些情绪在那儿, 平时就没有的, 变成那些胃气很厉害, 那些人经常听到, 因为他不够专业, 希望下个礼拜呢, 让我答应了, 指缘, 长英记, 去坐坐啦, 帮网友处理完港珠号车牌啦, 送完那些饺子, 那我正正式式就做好一些啦, 现在呢, 譬如好像巴打台的节目呢, 我会缩到15分钟, 跟所有主持都讲, 就是赚回一些heat rate啦, 就是赚回一些view数啦, 那星期二得道呢, 就无所谓, 因为呢, 因为呢, 是一帮朋友, 就是好像Raymond Wong讲, 我们业余的而已, 我们想讲一些东西给人听, 大家分享一下, 就做啦, 所以呢, 我们无限时间, 也都没有节目时间表, 本身我订了一个节目时间表的, 好像Johnny啦, 我本身编了星期五的, 但是呢, Johnny说不行哦, 我星期四呢, 就在迷迷那儿播乱播, 那如果你, 你星期五呢, 就迟啦, 不如一起播啦, 那我就好, 又变了星期四啦, 我想一个星期六日, 都有节目, 一至星期六有节目的, 星期二得道, 那星期一就忙碰一部啦, 星期二就星期二得道啦, 星期三强国生还者, 星期四大肥直播, 那星期五呢, 就解发集货店, 和101的, 就是快闪101, 那到星期六啦, 那就欠个节目, 我有能力做到的, 就是做大肥汉天下咯, 那就排六线节目的, 那但是呢, 那些节目主持, 好像大肥汉天下咯, 喂, 大肥不行啊, 我个节目叫快闪101啊, 是不是啊, 快闪101, 当然不行啦, 什么时候录都什么时候播, 那第二就, 芒向快步啦, 那星期一出芒向哪一部, 那但是他有些东西想说, 最近, 搞了个芒向快步, 其实我们迟过他Facebook的啦, 因为他Facebook出了, 他订了一条片给我们呢, 因为呢, Alex呢, 他有上班时间的, 有时候呢, 过了, 唯有第二天才播到啦, 所以呢, 芒向哪一部呢, 回顾那三节呢, 就昨天出, 那今天都有节目的, 那我说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不如我们, 随意点啦, 因为呢, view数又不是, 我们的期望, 我们只不过想做, 我们自己个人的事而已, 那不如随意点啦, 就是除了星期二得道, 因为那个名字叫做星期二得道嘛, 那硬性规定了啦, 那关于巴达台啦, 那又讲台武, 这节够钟啦, 下节回来再讲啦, 我初相识那时候, 整个面都红薄的, 有牛皮线有食, 吃了文迪之后, 那个情况怎样呢, 吃了没有那么痕的啦, 哦,没有那么痕的, 那皮肤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了很多呢, 翻面就差很远啦, 翻面就差很远, 那人是不是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都有点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剂量是吃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粒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严重的, 基本上是吧, 因为我有些网友, 银舌病那些要吃到八粒的, 因为它就要爆头那只的, 应该是很严重的, 对你来讲, 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变, 腸胃最大的改变, 就是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实我原来很多年来, 都是有这个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啦, 就是很容易肚脖的那些, 是啊,是啊, 敏迪其实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它都可以有帮助, 基本上, 那现在就不会说经常肚痛了, 是啊, 以前一喝到冬水, 就会立刻肚痛, 立刻来, 是啊, 还有那些皮膚质素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是啊, 没那么红, 没那么红, 那是否追了容易了呢, 没试过, 今天健康解码, 我们请了黄小姐, 就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后, 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你好, 我是黄小姐, 我就应该两三年前, 给些蚊咬, 给蚊咬完之后, 就不知为什么, 它不好之余, 还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是将伤口越来越大, 不停化开了, 很厚, 变成了你身体的肌肉很厚, 很厚, 现在是细了很多, 其实我是两个星期之前, 上来吃饭, 买了一支敏迪来试的, 吃了两个星期之后, 觉得OK的, 因为收小了, 而且没那么厚, 所以今天再上来买, 我想我这两年来说, 塗了很多药膏, 十个八个都有了, 消炎膏, 类固上都很厉害, 用了很多药膏都不行, 亦都去看过医生的, 都不行, 我没想过, 这几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们介绍给我,